J20是第五代战斗机 WO-15 这个是一个突破 几百架的量产 就表示它的这个发动机 就达到了一个突破阶段 中国经济研发的这款攻击11 出现在新疆的这个马兰空军基地 而且频繁地在这边做活动 注意到它还是逆中的 可以用在舰载部署集群作战 这一集我们来解密几台重要的战机 我们先来看到是腾讯网的科技专栏 嗨苗董科普做的报道 过去由于呢 中国大陆在自主研发引擎上面 还是存在一些性能上面的问题 所以许多的网友就会调侃说 中国自制的战机 是不是有心脏病的问题 所以中国当时是只能透过进口 来获取这些国外生产的引擎 现在问题是解决了吗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来看到是根据了解 中国自主研发的这一款 叫做WO-15的引擎 现在是已经突破了技术瓶颈 而且呢 让歼20战机是全数都换装了 用的就是这一款的引擎 我们来看到自制战机 摆脱了对外国引擎的依赖战略上 这到底有多重要 再来WO-15能够让歼20的战力上 能够提升多少 中国真的摆脱心脏病了吗 岳老师怎么看 我必须要强调 所有的这个战斗机里面 我们叫做发动机 或是引擎 是一个技术上的天花板 实际上的话 我从小就知道 就是在台湾那个玉龙 在发展汽车的时候 都会发觉 自己要做引擎是非常困难的了 然后呢 这个先进国家技术 我这边随便举个例子就知道 就是说 有一些国家的话 他们做引擎没有问题的话 他们生产武器上就问题不大 像法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大陆本身来讲的话 我上个月吧 我刚好到了成飞 成都的这个 我们叫成飞 就是应该算是一个叫做成飞简称 就是属于成都的发展飞行器的这样子 它就是生产歼20的 我就看到它那个门口 它在青阳区 在成都市的青阳区 然后它门口并不大 门口就四栋像 像那个钢铁做的房子一样 听说后面有个机场 然后里面的歼20的飞机 在里面试飞的时候 大家都听得到里面的声音 那我自己在五一山之后 看到那个歼20的飞机 是固定巡防 飞到往台湾海峡这边飞 我看到天气非常好 看到上百家 那这件事情的话 就是涡膳十五 当然这个张老师等一下会进一步 他是军事专家 但是我是哲学家 但是我也感觉到很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的的确确 这个我高兴的原因是有三点 第一点的话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突破 这个技术上有突破的话 接下来再发展就容易了 有很多地方你突破不了的话 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很困难 然后第二点的话 这个歼20是第五代战斗机 那我本身看的话 他非常好认 他旁边有个小翅膀 再加个大翅膀 他非常好认 所以说连我这种 这位他都认得出来 那我觉得他里面做了自己量产 几百架的量产 就表示他的这个发动机 达到了一个突破阶段 然后第三点的话 我最近遇到一个人 爸爸妈妈都在陈飞里面工作的 然后我就问他讲 我问他他们都是机密 但是我说你只要点头 不要说话就好 我说有没有在做第六代战机的准备 他说点点头 点头 他点点头 他说这个其实也是机密 那我说有这个准备 其实这个讲起来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因为毕竟你歼20也发展了一段时间 那从这个歼20的这个试飞 到现在的话变成队伍 那你要发展第六代战机 但是这个涡散的20 就是已经要准备出来 那我心里就是常常在想 就是说这种技术上的突破 除了靠长期的努力 以及的话 所有的一年两百万个工程师 大家在一起想办法再做这种突破上 那因为这种技术 尤其这种发动机的技术 买是买不到的 人家也不会给你的 这个其实讲起来是最关键 但是你不论是火箭 飞机 甚至包含了汽车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能够做这种突破 至少量产 就表示说它能够发展 如果说不能够量产的话 你就是偶尔做出一两架 买来的引气 这个用处也不大 所以我觉得说是 大陆这个科技方面 是非常重要的突破 好 引擎达到技术上面的突破 另一方面同样在空中 中国大陆也在努力的就是 现在其实在战场上最常使用的 这个无人机 我们来关注它现在有什么样 新的一个进度 无人机大部分是用比较量产的方式 我们来看到是美国 军事网站做的报道 说呢这个卫星影像拍到 至少有两架 攻击一一无人机 出现在新疆的这个 马兰空军基地 而且频繁的在这边做活动 就是代表中国正在侦测的是这一款 逆宗的飞翼无人机 我注意到它还是逆宗的 好 未来应用是说呢 可以用在舰载部署集群作战 还有看有人战机 一起来做协同作战 中国经济研发的这一款攻击一一 其实美国中程辽机的计划 早就已经有了 美中在目前无人机的竞赛方面 各自有史 我们请庄老师也来帮我们解密一下 是的 这要搭配一个最新的新闻来解读 就在9月9号前两天 美国的众议院通过一个法案 就是禁止中国大疆的新型的无人机 民用无人机在美国贩售 那这法案也同步提到 禁止美国企业跟包含林德时代 等八家中国厂商买电池 购买电池 那当然了 这个理由就在于 这个一来是国家安全 一个就是市场的一个考量 避免大疆无人机进入美国市场之后 压迫到美国的厂商 当然这个法案还有在 参议院来进一步批准 因为美国的国会 相当于英国一样 有下议院跟上议院 下议院通过法案 还有在上议院 那这个台湾人也不能自认事外 以为跟我们无关 因为大疆无人机有卖来台湾 很多有些玩家比较 有买是不可能的 有代理商 有代理商 像有一些比较刚入门玩家 用了DJI 他不知道那就是大疆 因为他的logo写DJI 当然这属于民用领域 那军用领域呢 刚刚主任提到中城辽机 那中城辽机就属于说 由有人驾驶的战斗机 来引导其他无人机 来继行整个作战的意图 所以叫中城辽机 那么如果说 应要在美国跟中国的无人机 特别军用这方面 来做个较量的话呢 当然中国跟美国 都目前军用无人机领域 最前面的两个国家 那应要做较量的话 应该还是美国略胜一筹 虽然两个国家略善胜场 但是在美国方面呢 首先在于高端研发方面 因为美国在无人机的运用 至少少中国十年 所以相关的研发 特别是搭配AI 这些最新科学结合 这个中国是在苦苦虽感 那美国还是在它的前面 第二点呢 海外部署 美国的盟邦很多 而且都采用美式装备 包括我们中华民国国军 也采用美式的这个无人机 那它的这个全球之音 死神 收割者无人机 有不少被盟邦所采用 特别是过去那些 第一岛链的这些盟邦 用这种方式来对于 俄罗斯跟中国进行封锁 所以在海外部署方面 美国绝对是衍生于中国 最后是实战经验 在运用实战方面呢 只有美国有大规模实战的一个经验 就好比一个球队一样啦 这个球队从来没有打过比赛 只有在自家球场练球 从来没有打过比赛 那这个正确实战场比赛 战绩会怎么样 这就不敢想象 所以如果从这三个变相看 是美国领先 但中国也有两个变相 有它的优势 首先推成初心的技术 更带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另外一方面就是 它产品CP值很高 也就是说整个生产成本 大概很低 CP值很高 可以大量的铺货 所以这个中美之间的一个竞争 尽管美国还是略胜一筹 但中国已经等于是要迎头赶上了 能不能超车 就有看未来的发展 好 中国在无人机方面 早就已经后来居上 什么时候超越 我们持续带观众朋友来关心 尤其现在网路上又再出现了 这一架无人机 我们现在来看到画面上 这是最新的一代的视频 在讨论的 就是腾讯网的报道说 防务的观察专家认为说 这一架叫非议布局的无人机 可能就是 我们看到代号 CS5000T 是一架外观形状 类似于诺斯罗普格曼的 一个X47B无人机 网友也做了一个猜测说 这个机场可能超过12公尺 一展达到18公尺 最大起飞重量20顿 最大飞行速度0.95马赫 航程最大可以超过4000公里 而且可以载弹量达到6顿 我们请张老师来带我们看看 因为现在目前相关资料比较少 您帮我们来解密一下这一架无人机 要解密的话 我必须要下次来上节目再接近 什么卖关子 我最近才去了福州看到了大陆的无人机 我得到的讯息跟你讲的 就跟庄老师讲的不太一样 因为大陆的无人机确实是 他不会觉得他是 美国是专美于钱的 对 大陆的无人机确实也有他的专场 但是我要跟苑老师讲 苑老师你下次千万不要再去打听 第几代 第几代 大陆的基本原则是生产一代 研制一代 规划一代 前瞻一代 我这不是怕泄密吗 不是 讲得含蓄一点 你去打听说 你到底现在有没有在研制 你只要看他生产哪一代 加三你就知道 他已经推到哪一代 因为老师千万不要再问 那我们就少了一个嘉宾可以请 我这种讲法还抓什么 但是我认为 就是说我们今天对于CS的5000T 到底是不是像Northward of Grumman 他X的47B 我觉得应该是从他的所谓的任务职能 这个英文叫做mission role 去思考产制无人机的可能性 我想我们所有的兵器 无论无人机千百一样 各种都有 长刀短剑各有所用 这个千万不要沦入一个迷思 福建舰是要展开他的第四次海事了吗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来看到是上海的海事局 还有辽宁海事局 先后在9月2号3号发布了航行警告之后 就看到福建舰在9月3号这一天 是驶离了江南造船厂了 正式开始他的第四次的海事 好出海的时候 大家就很关心上面的舰载机 那其实在上面大家看到舰上的甲板 有歼35歼15的电子战机之外 还有空警600预警机都是这个全尺寸的模型 那林颖佑老师 丹江大学林颖佑老师 他就特别分析说福建舰之前第三次海事呢 是进行比较静态的一个测试 他预估这一次可能就会来进行一个正式的测试 而且会有舰载机的起降 大家就在关心了 这一次真的会有电磁弹射了吗 如果要正式成军后续 当然还会有很多的科目要来做验证 哪一些是重要的科目呢 舰长怎么看 这一次是福建舰的第四次海事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辽宁舰总共做了十次海事 第二艘三东舰总共做了九次海事 所以 海藻 不要 我不能说海藻 海事有它的目的 如果做得很顺利 我一次出去 可能两次三次我就做完就结束了 因为大家记住海事在做什么 海事的责任在造船厂 今天我们去接这航母 除了造船厂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海军的接舰官兵 这有两组人 我当初在接舰就是这样 那造船厂的责任就是在海事的时候 我证明给你看 这一艘船一切的装备都是合格的 按照你的要求 我给你做完了 那每一次出去出海测试 除了接舰官兵以外 海军还有派的检验小组 好比我举个例子 好比说汽车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 这个汽车还会按 要想一下 按一下 按持续九秒 按持续九秒 要持续想九秒 它有个测试表 所有装备都要去测试 它的测试从一开始的 一开始说一定是轮机的 就是推进系统 电力系统 这些 这些都是大的装备 这个做完了之后 代表说这条船 基本上我可以动了 接着第二步要测试的是 它的战斗系统 所有的通装 雷达 火炮 什么通装 我说这些东西 不是实际发射 就是我要按照设计 这个发射架 可不可以转斗 可以 雷达可不可以接收 可不可以排发出去 这是第二个阶段的 就是代表这艘船 能够作战 我说这艘船能够作战 是这一艘船 能够作战 跟接近官兵五官 好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如果我们现在 出去做一个测试 好比说这个东西 我说它要能够 看到那么远的这个雷达 就看不到怎么办 回到厂里要重新调整 可能才弄弄加强下什么 就是你一定要符合 它当初对你的要求 如果我这次出去做 全都合格 那就可能很快 就可以将来交给海军 如果不断地遇到挫折 就会一次一次一次的 那你这样看 前面一个十次 一个九次 浮试舰会快吗 这完全要看它的装备 有没有全新的装备 如果说这是跟山东界 一模一样的 所有的都一样 我相信它一定会快 好比说山东做了九次 它可能六次 七次就会 但是很不幸 福建有一个全世界 现在大家造船 可能都认为最困难的 电磁弹射 而且它是用了一个 叫做中压的一个直流系统 这两个都是非常新的东西 它能不能够很顺利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不顺利 你说到明年年底 它没有做完海事 我都认为有可能 如果它能够在 今年年底做完它的海事 交给海军 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成就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不要期望在做海事的时候 不断地有飞机起降 为什么 我是造船厂 我现在告诉你 我是造船厂 我的原则是 越少起降越好 为什么 我只要证明 我有足够的动力 把你的飞机推上去 至于这个飞行员怎么飞怎么降 跟我造船厂无关 你只要想一件事 如果我今天在做测试的时候 一条飞机下来降 结果失事了 把我的舰桥撞毁了 烧毁了 我先问谁负责 在没有交船之前 就是成军交船之前 是造船厂负责 所以造船厂要负责 那你说造船厂也是国家的 海军也是国家的 对不起 它两个人是不一样的 好不说台船 这次造一个船出事了 我问你是台船董事长负责 海军司令负责 他有一个权责的划分的 他的划分的那一刀就切在成军 成军以后海军负责 成军之前造船厂负责 那现在所有的测试就是装备好 跟训练无关 所以可能实在要推的话 可能每一型飞机推一次 最多不得了 大概是这样 好 舰长包我们看到说 这一次福建舰跟之前的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它里面有电磁弹射 所以它的困难度增加 大家也很关心说 那有了电磁弹射的话 上面放的舰载机会是哪一种的呢 我们来关心到说 一般来说福建舰 它如果要测试它的舰载机起降 是有一个流程的 会是由轻到重 由易到难 那我们大家就在看说 有没有可能是从教一零 教练机或者尖一五战斗机开始 这是发展比较成熟型的 还是可能会是比较高难度的 尖三五或者是空警六百预警机 我们请下一个来帮我们看 其实我记得当初 福特在进行交舰前的测试的时候 它也并没有把所有的舰载机 对所有的飞机通过来拉过来测一遍 也并没有 其实就像刚刚那个舰长所说的 今天这个东西由于事关产权跟责任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交舰前 基本上福建舰就是船厂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我证明我所有的系统都是正常的 交给你海军 但交给你海军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就不关我的事 或许你可能要来汇舰我 然后我们之间彼此要能够把所有的缺点 在未来共同改正 像比如说福特号的问题就是这样 福特号因为它其实当初交舰的时候 它的确在交舰的当下 测试所有的系统都是正常的 那当然日后由于整个变成说 真正的这个作战环境的压 那个测试 那美国海军在福特号收船之后 然后进行对舰载机连队 整个连队上去开始进行 一连串的进行包含压力测试 以及作战规模测试 那这个时候它上面的这个电磁弹射器 开始陆续发生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在交件以后 才会面临到的问题 所以你说现在中国大陆那么多款 这个舰载机 到底哪一种舰载机 是不是能够真的由电磁弹射器进行弹射 其实以目前来看 我们看到大陆的这个很多 这个网民有拍的这个照片 有包含这个尖史五弹射型 它们好像称为尖史五B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个弹射型跟尖史五A 现在在辽宁号跟这个山东号上用的 最大的不一样是 它前面的鼻轮前面 多了一根弹射托杆 那同样的这个尖三鼠 它现在还在发展中 但是这个飞机到底发展到了 一个什么状况 是不是已经由这个解放军的海军所接收 然后成为一款正式的这个舰载机 目前来说并没有一个完整的 对外公布的这样的情况 那另外还有空井600 当然也知道 未来你说福建舰 要能够发挥这个战场的这个效能 很重要 空井600 也一定是福建号未来这个重要这个舰载机 但是它现在那个空井600 也还没有正式的这个成均 但如果说今天我们要能够测试上面这个系统 是不是能够正常运作 就在于就是说 你请你找一款最重的舰载机来测试就可以了 为什么 像我们当初我们在进行这个高速公路这个测试的时候 就是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我们当时高速公路做了一连串这个测试 第一次测试 其实只有找两架 幻象2000战机来做起降 为什么 因为幻象2000 是我们空军里面所有的各型战机里面重量最重的 所以也就是你只要你幻象2000能OK 后面都可以 所有的没有 所以其他飞机都没有问题 那以目前我们看到 那个教练10 殲15跟殲35 跟空军600来看 大家可能会觉得空军600这飞机很大 所以它可能最重 其实不 最重的应该是殲15 为什么 因为以过去 你美国海军的这个舰载机来看的话 大家看到过去美国海军有F-14 什么FA-18C 或者说后来超级大航风 甚至有像这个E2C 后来是E2D 等等各种这个舰载机 其实你只要F-14能够射出去 其他飞机通通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F-14的全倍弹射重量是大概7万磅上下 其他的甚至我们看到E2来说 大家觉得E2那么大 又双两个发动机 又带五个人 一定最重 对不起 它大概五万五千磅而已 所以就是说 以殲15来讲 殲15目前我们大概推测 它的这个弹射水平 大概是跟美国之前的F-14 差不多 大概7万磅上下 那你后面不管 殲35也好 那个教练10也好 或空井600也好 它的重量都不会达到 7万磅这个水准 所以就是说 你只要殲15 在这三个弹射器 都能够顺利弹出去 后面 这个拦截钢篮 那个拦截锁 这个降落的时候 通通都OK了 那基本上 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也就是说 我的系统是正常的 但是未来 你在作战规模 作战压力下 会不会产生故障 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福特号当初交建的时候 那个稳稳妥妥的 这个四个 这个电磅弹射器都OK了 但为什么后来在 那个整个建载机 连队的这个规模 进驻以后 接连发生故障 一直搞了六七年 才把它完成 就是这些故障排除 那是后面整个环境 以及等等 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这个跟我造船场 造出来的船 是不是好的 那是两回事 你后面航 那个建载机的 这个连队进驻了 飞机的数量 变一口气 原本可能我们这次 只要弄个三四架 都验证 每个系统都OK就好 但是你现在变成 这五六十架飞机 在上面 而且要达到每天 大概至少 160到200个弹射架 的这样一个密集操作 船场也要负责的问题了 好 看完大陆航母 这个舰载机上面 测试的一些细节 跟可以注意的事项之后 我们来把美中的 这个航母来做一个比较 现在到底中国大陆 它的造舰工艺 是已经要超越美国了吗 大家来看到说 这一次航母 它有一个重点的项目 就是它的自卫系统的测试 当中分为软自卫手段 还有另外一个 叫做硬自卫手段 那福建舰上面 共有六个集中火力点 搭载宏旗10 飞弹等等的火力 可不可以请刘老师 我们一分钟的时间 帮我们看说 中国现在的造舰工艺 即将超越美国吗 我们先姑且不论 中国的造舰工艺 是不是已经超越美国 但我觉得 每次福建舰的一个海测 海市来讲的话 它其实就 在国际宣传 或者是在行销上面来讲的话 有非常非常强的 一个宣传的一个利益 比如说你看 我们每次去讨论到 每次福建舰 要做海市的一个时候 媒体 全球的媒体 就会聚焦在 它这个海市的一个操作上面 去从各种不同面向 去做一定程度 深度的一个报道 这个部分 其实就在帮福建舰 进行造势 然后把它的一个能量 跟把它的一个战斗力 似乎都一定程度的一个拉高 而且媒体会聚焦 在什么面向上面 比如说 它到底有什么相关的一些系统 比如说武器系统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讨论 电磁弹射的一个设备 或者是它到底能够供哪一些 兼多少的一个战机起降 或者是还有哪一些飞机的一些机种 能够起降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它其实中国大陆也在用 接二行销的一个方式 去创造相当程度的一种悬念 去创造各种不同的一种讨论 而这种各种不同的一个讨论 确实就是在帮福建舰 做相当程度的一个造势 或者是加码 那另外来讲的话 其实也会讨论到就是福建舰 跟美国的一些航母战舰 它的各种不同的一些比较 到底谁优谁利 谁胜谁败等等 这个某种程度 就把这整个中国造舰的能量 跟美国已经并驾齐驱 甚至某种程度有超越的一种可能性 所以对福建舰来讲的话 都是稳赚不赔的 现在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在官方的社群平台 中国军号上面宣布 山东舰航母近日首度的跟075 两栖攻击舰还有055大区组成编队 来进行的是远海远域的训练 区域的部分是涵盖在南海 还有西太平洋的 我们看到的是山东舰首次 搭配075 那强强联手能够如何形成互补和加成 那山东舰也跟075 055联手编队各自有什么样子的任务 我们请张军来带我们看 它这个形成一个立体打击群 因为中共在这方面它是很有规划的一个部防 因为这三个都是最强的 所以三强联手 我们知道一个战场你要负责空优海优 才能够实施夺岛作战 那今天所有的空权 制空权的空优 通通交给山东号的航空母舰 因为它的舰载机起飞 都掌握整个空权 整个掌握整个空权 制空权跟空优 是这样子 空优交给山东号的航空母舰来 把整个扩清空域 然后055大区负责制海 因为055大区通通对海打击 当然它有这112套的垂发系统 是有局部的防空能力 但是对海 海优海权交给055大区来做 万顿大区来做 就是制海打击 通通有制空的 有制海的 现在就是075 为什么不用071呢 为什么不用072呢 为什么要075呢 因为075的筹载量 跟它的防空火力最大 火力 最多 三个都最强 所以三强联手 一个负责制空 一个负责制海 另外一个负责夺导 那里面的话 075大区里面 也有可以有武装攻击直升机 还有武装的运输机 还有加上野牛级的 这个我们讲到的 野牛级的气垫船 还有野马级的气垫船 甚至到最后 它的两栖登陆 甲车跟两栖登陆 就腾克就出来了 所以它是要这样子 来地体作战 这个它把三强弄在一起 你看它为什么 搭配072就好了 搭配07就好 不要 要搭配最强的 4万顿级的先出来 或者是这样 那有2万顿级 为什么不出来 2万顿级的 那第二波 可能跟着另外一个 辽宁号来搭配 就是这样子 辽宁号 因为你所谓二党 你二党搭配二党 一党搭配一党 那缺 兵无选风则北 出来的时候 绝对是最强的 摆在最前面 所以它就把这个 三强搭配 立体作战 然后立体上岛 变成了垂直上路 立体攻防 那它现在做一个验证 那也可以到第一岛链 也可以到第二岛链 也可以应用在南海 也可以应用在其他战场 它现在做个验证 将来就可以有 实战这一方面的 我们讲到的 验证的数据跟经验值 好 所以自空自海 跟夺达都有了 那这样子做 也是要对菲律宾 来施加一些压力吗 我们要特别来关心 在南海这边的事情 就是因为 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菲律宾的军方 曾经表示说 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 就会把美国陆军部署 在我们菲律宾 北部旅宋岛的这个提风 中程飞弹发射系统 给撤出了 但是因为八月底的时候 我们看到中飞 又再多次的爆发 各种冲突 在仙兵礁这边 所以菲律宾的 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 他又态度转变了 他说呢 为了应对南海紧张 他们希望获得 更多的尖端武器 而提风就是 最佳的选择 所以现在可能 会希望把提风留下来 难道不怕激怒北京吗 山东舰航母 现在在南海受激动 那会不会菲律宾 就会因此害怕 而知难而退 谢大使怎么看 没错 提风飞弹发射系统 会不会留在菲律宾 不是菲律宾决定 是美国决定 美国决定 所以菲律宾 我觉得他这个 武装部队参谋长的 一个讲话 有一点掠人之美 有一点跃拳 这个不是他能够 所以他讲的是希望 对 他只能希望 这个获得 而且最佳选择是提风 提风是这样 提风是一个 先进的飞弹发射 这个系统 在2023年 美国才开始部署 这是美国重新 在各个地方 尤其这个美国 跟废泽的这个 中程武器的这个 中程 中程导弹的这个 协议以后 大量发展 它的中程导弹 这个可以发射的导弹 包括什么 包括这个战斧飞弹 战斧飞弹可以打 一百 一千八百公里 标准款 一千六到一百 一千八 如果打到这个距离的话 中国大陆很多沿海 这个南方沿海水 都列入射程 从菲律宾打的话 因为菲律宾 离中国大陆 这个广东的沿海 只有六百六十公里 所以这个飞弹会对中国大陆 南部的这个 这个整个这些 将于会造成直接的一种威胁 那当然这个飞弹 发射系统 刚刚提上台面 也是今年四月开始 因为今年四月 美国跟菲律宾 做肩并肩演戏以后 就开始 把这个提风 飞弹发射系统 放到菲律宾 吕宋岛上面来 可是今年七月的时候 菲律宾也是军方的发言人 他说 那个为了 肩并肩演戏 部署在吕宋岛的 这一些飞弹 那么现在将退出 将撤离菲律宾 而且九月就要归还美国 那所以就是说 本来已经是要 将好归还美国 所以你刚刚提了 那个就是说 这个最近这个南海 中非之间的 这个紧张情势 是不是造成菲律宾 又希望把这个 提风发射系统 就不要还了 留在 留在 可是呢 中国大陆对菲律宾 从来不示弱 所以就变成 中国大陆三东建 这一次 一直往南海这边靠近 昨天上午的九点 十三分 中国大陆海事局 发了一个通告 他就是说 九月十号到十二号 每日九点到下午十五点 三点 南海部分海域实行 实弹射击 禁止进入 连实弹射击 三天 九点到下午三点 这是昨天大陆才公布的 另外一个呢 今天上午 这个大陆国防部的发言人 又公布一个讯息 他说中美两军举行战区领导通话 就是今天 就是今天 他说根据中美两国元首 旧金山会晤共事 九月十号上午 今天上午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 吴亚南与美军印太总司令部 帕帕罗举行视讯通话 然后呢 双方就共同关心问题 进行深入交换意见 所以我觉得当然就是说 这个两军的这个 军区的负责人的通话 刚刚才恢复 你看今天就又打了一通 而且视讯 我想多多少少跟菲律宾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 在南海的挑衅的这些事情 是有关的 那另外方前两天 就是这个人民日报 登了一篇这个 一个一个评论文章 也警告菲律宾 警告什么呢 最后就 菲律宾不要出尔反尔 要遵守诺言 那么 严肃看待 中国大陆在南海的立场 是不会退让的 那么也不会长期容忍 菲律宾在南海的任何挑衅行动 那中国大陆一定坚守 主权的 神圣不可侵犯原则 那么就 等于说警告了 由人民预报的稿子来警告菲律宾 所以我觉得现在南海就变成 就是说 看菲律宾了 看他就说他想要玩到多大吧 今天我们特别来关心的是 美中之间的这个对比 先来看到纽约时报 做了一个爆料 他说呢 美国总统拜登 现在已经批准了一项是 高度机密的核子战略计划 是说美国首次明确将 中国大陆视为核威折的 主要焦点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认为大陆的核武战略 已经从原本最低限度的威折度 现在转换成 具有竞争的一个路线了 所以他非常的担心 另外呢 在中国的领导人 习近平的号召之下 中国目前正在加速 他的核武器现代化 还有建立他的 核三位一体的打击力量 三位一体指的是什么 我们看画面上下面三种武器 包括了这个 洲际弹道飞弹 东风41 还有前射弹道飞弹 巨浪3 跟他的战略轰炸机 轰20 这三种来一起进行的 三位一体打击 所以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的核武战略 从最低限度的一个威折 到现在已经是三位一体了 如何看现在正在发展中的 核三位一体 它的打击能力和特征 到底也能够给美国带来 多大的一个战略威胁 温教老师来帮我们看 那当然了 其实这个所谓的大国呢 现在是拥有核武的 叫大国 那这个我想美国 甚至这个俄罗斯 甚至中国 其实现在都是一个大国 因为他们拥有这个核武器 那其实就您刚刚讲的 这个核三位一体 当然就是一个陆基 这个海基跟空基 这三位一体 那当然它要确保的 它是说要建构一个核武力的系统 能够保持这个核威胁的多元性 跟它的生存 生存能力 那我觉得从这角度来看 那当然是有关于 它这个核的现代化 先讲第一个核现代化 那其实这整个部分的话 现在中国呢 它在进行所谓的 这个核建设呢 那当然它在这个海基 跟这个陆基 它其实它有很大的突破 那当然你刚刚讲的 这个东风四十亿 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其实它具有多弹头的这个能力 而且呢 这个094的这个 就所谓的这个潜艇 它攜带的巨量二型到三型 它这个弹道呢 增加了这个中国的一个 所谓的二次打击能力 那什么是二次打击能力 就是说一旦这个 这个中国受到美国的 这个核武攻击之后 它不但能够 能够生存下来 而且它能在做反击 这叫二次打击 那此时最重要是什么 当然是它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海基型的 尤其在这个潜艇 因为潜艇像这个094的这个核潜艇呢 它伸出鬼没 虽然它的射程可能是一万一一万二 但实际上这个 它透过这个核潜艇 到潜艇到水米里去 它我们现在算的距离 虽然中国 从中国的这个东部到这个美国的西部 大概是一万一一万二公里左右 但实际上它是到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 你生不出鬼没 很难被发现 对 很难发现 所以呢 它如果说一旦这个空机跟 所谓的这个 这个陆机 受到一定的这个破坏之后 它海基就是能够一个 生存 一个生存之外 它还能发挥这个二次打击 所以它现在其实中国 现在现在机器发展是这个 那如果说像空 这个所谓的这个空中核武力呢 尤其它现在这个还是相对比较薄 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说 为什么这个俄罗斯 为什么打得很辛苦 因为它其实可以用核武啊 但是它没有用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毁灭性的 一个战争 其实它对这个乌克兰而言 它只是要做一个长久性 跟消耗战 它不是要把它毁灭性 那相对的 这个美国的现在核武 对中国而言 当然是也是非常的这个 具有威责 但相对的 中国呢 它也要透过核威责来做 进行一个所谓的一个 战略恐怖平衡 我觉得是个战略恐怖平衡 大过于这个 它的意义在这里 是 好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 除了要担心现在中国大陆 刚刚文家老师 带我们来看到这个核三位体 是来自海陆空的这个威胁之外 现在美国其实要担忧的 还有就是其他的朋友 包括我们来看到 是来自大陆 俄罗斯跟北韩一起 协同发起这个核威胁 要来一起做准备 另外就是美国呢 它过去 它要击败 对手要击败它的核武库 其实是很困难的 但它现在认为呢 有了北韩跟伊朗 它在这一次俄乌战争当中 不断地向俄罗斯提供常规武器 所以它现在改变了它原本的想法 它认为说这个中俄北韩 是不是真的可能会联合起来 一起来对美国发动 所谓核武的攻击呢 这一场俄乌战争确实是影响了美国 它的原本的想法 到底原因是什么 大使 对 其实这个纽约时报 这个报道 它的整个逻辑 我觉得我有一点点意见 因为核武它不需要联合一起来 比如说中国加俄罗斯 一起来打击美国 事实上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现在核武的 基本的战略考量就是 达到相互确定毁灭 就是说我只要能够毁灭你 你就基本上对你完成了一个 嚇阻的作用 不管你有多大的攻击能力 你核武库放一万枚 十万枚 没有意义啊 我只要三百枚 我就可以把你国家整个毁灭掉的话 那就已经达成这个目标了 所以你只要有保证 确定可以毁灭你的敌手的能力的时候 这个在后面的增加量就没有用 然后你要不要别人一起来支援 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说 这个什么俄罗斯 中国还要有把朝鲜拉起来 联手这样美国才会 美国现在比较 无法无法怎么样 无法就是说会受到威胁比较大 就现阶段来讲 俄罗斯一个国家就可以把美国毁灭就够了 他也不需要找任何国家出手 对 所以美国才对才在俄乌战争中到现在 绝对不可能不加入 绝对不可能如何如何的 就是因为俄罗斯有确定保障毁灭美国 用核武器毁灭美国的能力 俄罗斯一国就够了 不要说俄罗斯 以中国大陆现在的核武能力 也可以确保毁灭美国 那现在我们光就讲俄罗斯来讲 这个俄罗斯最近这个 它也叫亚历三大三室的这个 这个潜艇 最近一直在试试 它光这一个 这一个亚历三大战略核 它上面就160枚核弹头 对不对 它一潜入到深海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 等陆地上打成一片的时候 它还可以再补160颗上来 那俄罗斯还有北方之神六艘 也都是将近两万顿的 这种核战略核潜艇 谁敢动俄罗斯 对不对 所以俄罗斯也不需要中国大陆帮助 那更不要讲朝鲜了 那美国是没有错 它的陆基它有义勇兵的系统 可是义勇兵系统非常旧 所以我认为美国这些报导 它的目的都是怎么样 都是为这些美国军火商 在替它们铺垫 游说 希望你好好把你的陆基的这个 还有美国B-52轰炸机 你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开始 那已经有五六十年历史的这种 轰炸机系统 当然它有B-1这些 也可以做空中的打击 那它战略核潜艇是很强 可是问题的相对 我刚刚讲俄罗斯在重整 它的战略核潜艇 中国大陆的096 现在这个巨浪3 基本上力量都在往上走 那中国大陆的陆基的系统 东风41 它一颗弹 这个飞弹起飞的话 它可以分十个分目标打击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纽约时报这个逻辑 我认为纯粹就是想替这些 美国这些军工复合体 骗一点预算 把它这些 比较成就的核武系统 不管陆基的各方面 把它翻新一下 可是对战略来讲的话 你在心你也没有办法抵挡注入 你如果今天跟俄罗斯翻脸的话 那双方一打起来的话 美国绝对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 我美国还可以生存 好 这些我们持续来关心的是 环球大战线 我们在过去多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介绍的造价非常昂贵 350亿元人民币的山东舰的 总体战力 以及它的战略部署等等 在大家知道 大陆的第二艘航母 渐渐完成它最终的海事之前 目前整个山东舰的部分 都是解放军航母的第一指标 不过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山东舰上面 特别来关心它的战力 就是它的最大的秘密 上面的3000名的官兵 怎么样来吃饭 好 我们先来看到 山东舰是一日吃六餐 那八大菜系什么都有 6个主菜 4个小菜 还有甜点等等 我们看到这边的菜色 也都非常的丰富 黑胡椒牛排 西兰花 炒虾仁 烤鸡刺 青草 秋葵 蒜苗 腊肉 总共每个月 火食的估计费用就达到了 600万人民币 而且还会有甜点 小菜 饮料 什么都有 航母的官兵来自五湖四海 非常多元 所以当然上面的这些菜品 也是各种地区的菜色 另外考量到 舰上面的少数民族的船员 他们吃的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要为了确保核心的兵种 也就是舰载机飞行员 随时都要能够战斗 需要非常高端的饮食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 航母兵和其他兵种 有什么不一样 在吃的上面 舰长 过去经验 首先我是要说一下 这个我看到这么多 美丽的菜色 我都想加入 解放军和海军了 通常这些 有些东西 他会为了要做一些宣传 媒体来 让你拍 就好像我们船上 偶尔也会接待一些 外面来的话 我们会做得特别的好 那平常不太可能 永远维持这个样子 第二个你要知道 在不同的兵种 其他的伙食费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以前我们在 我在海军的时候 我们的伙食费 一个月大概是 三千 三 三千二台币 一个月 一天只有一百块台币 你去想想看 那潜舰的多少 潜舰大概四千五 他比我多百分之五十 在军中 所有这些军队里面 这些军人的伙食费 谁最高 他没有分阶级 将军是多少 没有 他完全是按兵种 那最高的是飞行员 我们的战斗期 飞行员的伙食费 是非常之高的 几乎可以让他花不了 就是他再怎么花 他人就吃这么多 就是不同的军种 他有不一样的家具 不一样的伙食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那船上到底吃几餐 像以前我在船上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伙食费 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们一天是四餐 固定的四餐 我们的早餐 中餐 都是很定时的 晚餐是五点钟就吃了 所以到半夜九点八点 你会饿的 他一定有个宵夜 那都是固定住的 那这个东西是好与坏 可以差异非常大 看这个各船怎么样 但是我看到的这个浅舰 我也去打电话 去问一下 包含我们的浅舰 包含他的航母 我觉得他们都是一天六餐 为什么六餐 因为他的直跟 就四个小时一 这四个小时是我当班 我到战斗部位去做这个工作 四个小时之后 就是我休息的时候 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一天就是六次的轮换 你知道吧 就我们是三班制的 就是一个人是一天 就是八小时 那每一次有人上根 或是休息下来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餐厅有一些菜 让他吃 不要让他肚子饿的睡觉 或者肚子饿的去上根 那所以一天是六餐 我们的浅舰也是六餐 航母这里我看他也是六餐 那是你别看 这个船上做这么些东西 我跟你讲有多困难 美国非常容易 我们在美国受过训 美军每一次受训 你说他的菜 每天只有煮菜一遍 牛奶果汁固定的 好比说神宰沙固定 每天那些都是固定不动 煮菜每天换一次 今天中午可能是烤牛肉 晚餐是烤羊肉 明天中午是烤鸡肉 后天好比说晚上是炸鱼 立刻讲今天炸鱼 他就换一个煮菜 可是你知道 中国人做的菜 没有这么简单 所以他很难弄 而且还有一个你知道 中国菜很难储存 你看美国的肉 方方正正的 我们的 我们的一个青菜 这么一大楼 炒出来这么一点点 他们的就是可能 像什么豫豆 胡萝卜碎 他们做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容易的 然后想象这些东西都很容易 对不对 我刚开始成功见接见的时候 我们全套装备都是美式的 我举个第一个例子 我们没办法煮饭 因为那时候那个 没有电锅 传言说你怎么肯定给我电锅 他都烤面包 幸不幸福 吃两天之后 那一兵再也不吃了 吃不下了 然后为什么 就想尽的方法 他就是要吃面 你没有办法 你的胃就是吃不了 还有一个 我们都有甜点 他有一个甜点的 置冰基因 那置冰基因 我后来才知道 那个壳子是最贵的 它那个里面 就好像你到这个 麦当罗去买个双气铃 你知道那里面 那个东西值多少钱 我们那时候在做 在那时候的钱 一块 可是如果你高档一点的 那个双气铃的盒子 可能要两块 我才发现 原来那东西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餐厅是固定 供应给士兵吃 可是过了大概一个月 有天我下去巡视 他们都不吃 我说为什么 因为他们刚开始 到船上的时候 哇 我的天哪 然后这个老兵都不吃了 那我第一天上来 我就吃了 我跟那位一直吃 吃三天 他就再也不吃了 吃力了 很多东西 就是我说双气铃 就是我今天让你吃十个 每天吃八个 后天吃七个 你就再也不吃了 就中古人的吃的 最后我们还是回归到 我们喜欢吃 就好多东西看起来 哇 好美好 那是你不是他 当事人 你是当事人 没有这么幸福 否则我也去加入这个海军 但是他们这样去做 真的不容易 而且这是一个 他们的标杆 刚出来的 所以我相信 他的伙食费会比较高 所以他会比一般的船药 好 如果海军都这样子 我觉得不可能 好 我们持续 刚刚看到是伙食 是中国大陆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也会带大家 来看到是美国的部分 海军的部分又吃什么 我们持续来关心的是 他的内勤管理 山东舰的部分 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山东舰上面的每一个岗位 其实都是需要 20小时来值班的 非常的辛苦 所以要让上面的 舰载的官兵吃饱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那管理上面 我们刚刚特别说 要来聊 包括说上面的淡水 淡水的补给 食材的采购 还有这个20小时 要有不断的 会有这些可以吃的东西 那包括了他的免洗 餐具等等 都是必须要使用的 才能省下宝贵的淡水 我们请委员来 带我们看到上面 有一些内勤管理的部分 有什么重要的地方 是 我看到今天 这个讨论题目 就想到我30多年前 我在服役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担任巡回教官 所以我巡回了陆海空三军的很多军事单位 那么以台湾的军事单位的火石 当时我看到的是空军好过海军 海军好过陆军 也就是说空军跟海军的火石一向都比陆军好 那么这是台湾我过去的经验 但是显然看起来 这个其实不只是台湾 可能中国大陆 全世界大概都异父如是 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军种 那么他们会有比较好的待遇 会有比较好的火石 但是当然啦 就是火石办的好不好 跟办火的人有很直接的关系 就是我过去服役的时候 我跟建长报告我办过火 所以我知道办火的功力的好坏 同样是100块钱 你能够办出什么样的菜 这个是需要考验的 没错 那么我看到山东建的一些官宣的资料 其实山东建它不仅可能六餐 它当时最初的时候 它官宣的资料它是一天七餐 就是三正餐 两件餐 两夜餐 就是一天24小时 你几乎想要用餐的时候 你都可以在餐厅用得到餐 那么之所以会做这样的安排 那当然是因为山东建 它的任务执行是24小时的在执行 所以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在无时无刻可能都有官兵 它需要有用餐的需求 所以它当时在维持 当时在中国道路官宣的时候 它说它要维持至少要六餐到七餐 这样的一个密集度 但是事实上 从我们看到山东建的共餐 跟一些相关的内部管理 就知道说一个国家要养 一个航空母舰不容易 各位知道 像山东建这样的一个航空母舰 它所需要的食材 它一次出去执行任务 就要准备10吨到12吨的食材 它不是一个很小的树木的量 是10吨到12吨 而且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它至少都要维持50天 绿色蔬菜的保鲜期 你想想看 出了母港之后 你要如何维持你攜带的蔬菜 有50天的绿色蔬菜的保鲜期 这才是一个考验 他们做相关的食材配布的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对他们来说 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know how 就是你说山东建 一开始就知道这样吗 不是的 其实中国大陆 他们在远洋作战过程上 他们有经验过 所以他们从当时 雅丁湾那次的 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们就从那个不断的 再进行一些累积 累积出来说 要如何能够维持 50天的绿色蔬菜保鲜期 否则我们绝对看不到 什么芥兰炒虾仁 那芥兰至少要是绿的才行 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know how 当然包含我们看到说 他们为了要节省用水 因为淡水在这个长城的 执行任务的时候 是相当珍贵跟有限的 所以山东建的米是棉洗米 它的米是属于预制菜的一种 就它早就已经帮你做好了 某种程度 然后你把它拿来使用就好了 所以在山东建上不用洗米 没有洗米这件事情 但是省掉了很多的淡水 那么其实这些东西都是 我相信这个在运作一个 航空母舰战斗群 尤其是一个航空母舰 在后勤运补里头 非常重要的一些 这个经过经验 所累积的一些知识 好 看完中共这边的 整个内勤管理 有很多的秘诀 还有这个饮食之外 我们也来看到美国方面 这个尼米兹级的航母 现在载人的总人数 大概是五六千人 一天他们是吃上午餐左右 然后除了一天三餐之外 还有下午茶 宵夜 然后包括什么 大家很爱吃的这些炸鸡 汉堡 薯条都有 我们请上这个来 带我们看到这个差别 我们接续前面讲的 我想说路透社最近才刚讲说 中国大陆的环太平洋军演 去年花了钱 就已经是台湾军费超过七成 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 从山东号吃得这么好 花那么多钱 大概你看大概就是 环太平洋军演 就这些海空军为主 讲到李米兹号 我想台湾的部分应该很熟悉 因为台湾的很多家电视媒体 都登上过李米兹号 对那边有做很多这样的报道 每次我们在看半报道 这些亲自台湾的媒体 去拍的过程里头 因为你拍不到太多的时值 他们的军事演练 这个很内部 你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谈到的 这些吃 餐厅 这些生活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想美国的部分 在我们所看到的李米兹号来讲 他们在整个这个航空母舰上当中 所供应的饮食的部分 就是从想到 他其实就还是去汉堡啊等等 你没有听到这里头 有特别什么样很考究的 营养师或等等之类的 但你很看到的 他们的这个餐厅 供应出来的东西 量体是很大的 非常充足 饮料喝到饱 也是吃得很惊人 我们来看到中国解放军的部分 中共的空军现役的 歼16数量 现在是超过350架 是中共空军现役数量 最庞大的机种 那近期呢 他更将他自己的歼16外形 我们现在看到歼16的外形 是以这个俄罗斯的 素30MKK为基础 来进行升级之外 还配备有先进的这些 有源电子 还有他的扫描 阵列雷达 远程空对空飞弹 以及他包括他有先进的复合材料 可以对抗美军的F-15EX战机 所以我们今天会来看看这两架 一个是中共解放军的歼16 对上美军的F-15EX 好我们先来看到 这个升级版的歼16 到底他的战力上面提升了多少 歼16对上F-15EX 也就是在他的这个战略上面 能够获得多大的一个优势 大宗老师来帮我们做PK 对 我觉得歼16基本上 已经是这个中国大陆空军 相对是比较已经是 比较成熟的一个机种 代号浅荣 因为他2011年是飞 那2016年正式服役 服役到现在已经大概8年 那刚才已经有资讯 跟外国媒体 跟一些研究机构 根据一些这个数量的判断 比如说他的换装 他每一批次大概多少架 大概估算出来 大概现役已经有将近350架 因为现在来讲歼20歼16 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歼10 基本上是重要的一个 这个中共战绩的一个核心的组成 那以建造数量来看的话 这个歼20数每一年生产比较高 包括今年预估至少100架生产 明年可能到120架 那歼16是稳定的这个以数量在生产 那刚刚讲到 它是沈阳这个工业公司的制造 其实在制造发展过程当中 它的确是以歼11BS双座 跟苏凯27有一些同源的关系 还有苏凯30为研发蓝本 那基本上它是搭载是30公里的机票 机炮 还有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霹雳 这个空对空的飞弹 还有像是鹰级的反舰的飞弹 基本上相对非常成熟 那它跟歼20最重大的差异是 还是在它的隐形的能力 这个逆中的能力 因为歼20在这方面是非常的强 所以作为第五代的战机的主力 所以歼16经过很多 刚主持人特别提到 性能的提升等等 大概可以归类为4.5代战机 但是也不要小看这4.5代战机 因为刚刚有提到 还有升级的重点里面 包括AESA 就是主动向位阵 这个阵列雷达 它可以更及时接收到 更多方位的雷达回波 速度更快 精准度更高 这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点 也包括它的一些 而期待的这个空对空的一个飞弹 那先不要跟F15EX来相提并论 它即便是对中国大陆最先进的歼20 其实歼16还是有些它的 特殊的优点 因为它并没有强调逆宗 所以它并没有像 比如说歼20或是美国F15 必须武器的这个弹藏化 它可能很多可能是外在 所以代表说它有更大的潜力去 攜带这个仇重 更重的一些武器弹药 这个有效的载荷也更大 第二是它的改良 或是它的一些新的一些衍生 也可以作为电站平台 比如说三年前所推出的 歼16D电子战机 这方面它也是它的一个强项 所以说有跟F15EX比的话 因为F15EX是刚刚服役没有多久 但从各种数据来看 不管是空对空的飞弹 还有这个发动机的推力 还有作战败径 因为歼16大概是 我看1800公里左右 还有包括NEDA的性能 还有机动力 其实它至少不会数F15EX 而且它对于解放军空军来讲的话 现在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处力 而且运作也相对的成熟 最后再讲的是 我觉得我非常同意刚刚委员所说 因为以这种科技发展来看 其实美国走在概念上 其实还是相对比较领先 因为现在所运作的 各式各样的战机形式 其实它的概念跟神情根 是二三十年前 它经过研发 是非到正式服役 那刚才所讲 美国的下一世代NGAD 也就是一个如此 但它在研发过程中 它有尝试要做修正 因为真的价钱实在太高 要取代过去的F22 所以它本来的想法是说 它要用搭配的方法 F20这个NGAD 再搭配F35 每一架要搭配两架 所谓的无人机 所以两年前 美国官方的讲法是 要一千架无人机 因为它一开始要造的是 两百架NGAD 配三百架的 再配三百架的F3数 每一架配两架无人机 所以要一千架 但现在根据七月份 美国空军最新讲 有新的一些转折可能会出现 就是用概念型的轻型战斗机 现在美国强调的其实是 过去它强调的是耐用 耐用性 现在强调是系统的适应性 就是我如果是一个载胎 无法升级 无法与时俱进去更新更新的软体 跟航空电子的设备 那就很糟糕 所以它现在强调的是模组化 还有开放式的系统的设计 数位化 甚至有些利用到3D的裂应的功能 这是美国的一个 一个它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相对而言 美国在这方面 它做的努力是多的 因为要做一些验证 一些修正 但是歼16其实我觉得是 相对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的 一个中国大陆空军的一个主力 是 好 老师 但我们看完美中 在过去几年的这些准备 我们要持续来看到 那美军的部分 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 英式的F15EX战机 它的部分 其实它的八架都已经是首批码 都已经正式的完成交付了 那它的性能上面 我们待观众朋友再深入了解一下 画面上持续来看到 这边特别讲到说 正面它涂上了雷达坡 可以吸收材料 虽然不是隐形战机 这其实老师刚刚刚帮我们提到了 但是呢 一定程度的躲避雷达征搜的一个隐形性 那我们也稍微回顾一下F15EX 它的发展也很快速 2021年2月当时进行首次试飞 2023年开始交付四架 那在2024年至今年的6月份 完成了八架的交付 我们看到美中都把旧型的F15EX16做升级 而不是大量制造下一代战机背后战力考量 请汉婷来带我们看 我认为主要有几个战力考量 第一个当然就是成本效益 在经济上面的考量呢 如同委员前面所说的 要研发新型的战机 它的生产成本极高 那在当前全球的经济也不是很稳定 跟确定的状态之下 升级现有的机型通常成本比较低 而且能够在短时间之内 就能够确保战机的性能 能够有稳定的提升 那这对于资金有限的军事预算来说 就比较重要 那再来呢 也比较能够快速地达到技术上的转型 因为升级旧型的战斗机 可以利用现有的一些技术基础 然后呢 再引进新的 比如说这边的这个雷达啦 或者是飞弹啦 能够在不用完全重新建造的状态之下 迅速地提高战斗力 而第二个呢 是战略上面的考量 因为呢 也要同时应对着对手的威胁 那美方可能针对就是大陆 那大陆也要看一下美方 就是说 要同时考量到对方的技术进步 然后呢 我同时升级现有的机型 我才能够快速有效地 应对这些新的威胁 所以呢 美国的这个F15EX 和中国大陆的歼16升级 都是为了要在空中的优势上 保持竞争力 再来一个 就是要跟现有的机队 来做一些整合 因为目前大多数国家的空军 已经有了大量的旧型战机 那如果说我直接的全盘 替换掉这些的战机 包含它的一些编制啦 队伍啦 训练啊 那其实需要相当庞大的时间 和资源的 所以我如果只是短速快时的这个升级 那能够让这些现有的基建队伍 它的编制能够继续地运行 而且同时提升它的整体作战能力 避免呢 因为全面的态换而造成的战力真空的问题 所以最后一个其实是实战需求 因为它能够快速部署 就我怎么样在当前的这种全球的政治环境当中 如何能够快速地提升战力是关键 所以单纯的升级旧的机型 比研发新的战机能够更快地响应战场的需求 尤其是在如果特殊紧急状况 面临了潜在冲突的情况之下 所以呢它是既符合经济性 也是符合战略性的考量 地人政治 内争之争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博生存 现在与未来 更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前行